香港終究有變 黨媒輿論造勢再次升級不同以往 無懼香港警方的突襲抓捕及中共軍隊的誤嚇 週六和週日兩天 香港在報大規模抗議活動 警察採取高壓手段鎮壓抗議者引發衝突 針對香港民眾週末的抗議 中共官媒再次升級文攻進行輿論造勢 不過 這次不同以往 發生的並非央視或新華社之類 而是中共政法委的微信公眾號 中央政法委長安健 《聯明日報》稱 要示威者不要期待 法部責重 均似有秋後算賬的一位 8月31日 港警不僅使用水炮車 催淚彈 真槍射擊鎮壓示威者 午夜前後更是使用恐怖襲擊的手段 無差別毆打市民 抓人抓到次日早上5點 光是港鐵太子車站車廂內就有與40名乘客被逮捕 區議員徐子健也在被捕之列 抗議者在香港警察總部附近的一個路障點燃大火 並向警察投掷燃燒彈和石塊 該公眾號發表題為《香港街頭右線縱火襲警》 暴徒還能蹦跌多久的文章 稱暴徒肆虐 並指黎智英和黃之鋒打著宗教的幌子煽動人群聚集 受外部勢力干擾的跡象一來無虞 還特別提到一名警察 8月30日下班後 在巴士站被三名黑衣蒙面者切斷四根手指 文章說 這是恐怖主義手法的暴行 並警告說 躲得過初一 躲不過十五 離月圓之夜還有幾天 但是文中指自未提警方動用了催淚瓦斯 藍色水炮 橡皮子彈等鎮壓抗議者 以及港警過度執法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 同時 中共官媒的另一喉舌人民網 8月31日將香港抗議示威活動中 一個叫勇武組織的團體定性為恐怖組織 人民日報客戶端當天更發文稱 抗議者是一群窮凶極惡的暴徒 並且警告他們不要期待法不責重 香港的保衛戰已經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 再過約兩個星期的時間就是農曆8月15中秋節 美國之音報導指 中共政法委的警告 讓人們揣測中共當局是否會以各種藉口 在中秋節前派軍幫港府止暴治亂 報導指 這是香港1997年後 習近平2012年掌權以來 面臨的最嚴重挑戰和政治危機 中共官媒對香港抗議活動的文攻 調門不斷升高 甚至將一些抗議團體定性為恐怖主義 讓人們似乎感到山雨欲來 崩滿樓 香港連續13個週末舉行的反送中運動不斷發酵 港警和中共臥底 採用更為暴力的手段鎮壓示威者 中共日前又派出大批武警部隊 進駐比鄰香港的深圳 中共媒體更是開鎖馬力 文攻的同時 又一大批軍警的異動予以武力恫嚇 據中共多家黨媒報導 8月31日凌晨又有大批武警公安特警車輛開進深圳 兩天前 大批中共武警和公安在深圳局集 舉行防暴演習 並用廣東話喊出撤退等口號 8月31日對港人是一個敏感的日子 2014年8月31日 中共人大否定了《香港基本法》 賦予香港人的雙普選權利 也就是普選特首和立法會委員 對雙普選落札 引發港人持續79天的占中運動 後發展為雨傘運動 香港警方不僅未批准民陣8月31日的遊行集會申請 還在8月29日30日 大面積抓捕了數十名香港知名活動人士 包括黃之鋒 周庭吉議員 之前的8月28日 香港警方在記者會上公開表示 反送中運動2個多月以來 警方共拘捕了900人 總部在臺灣的鏡週刊披露 8月底 中共中央已對香港事態下令 並由港澳辦發出紅頭文件下達指示 其中第一點就是要在8月底前平息反送中事態 8月31日 中共與港府對香港示威者更為恐怖的血腥鎮壓 似乎證明了這一點 港人自6月9日103萬人參加反送中遊行以來 幾乎每週都有大型的遊行或集會 港府至今不正面回應港人提出的五大訴求 並且開動全部國家機器鎮壓 抹黑示威者 面對中共的文攻武嚇 美國 英國 加拿大 德國等西方國家的政要 紛紛發聲警告中共 如果對港人動武 中共將會受到嚴厲制裁 中央社的報導也指 香港反送中示威者8月31日與警方爆發最激烈暴力衝突 中共政法委凌晨發文案指 9月13日中秋節有擴大執法的可能性 以上新聞由歐洲希望之聲王傑宇綜合報導 解釋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